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深刻中国的内容。 各次在该国部署这样的武器系统,近几个月来,该国在南海有争议的海域多次与中国发生冲突,引发了人们对武装冲突风险的担忧。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周五在雅加达对记者说,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高级官员的会晤中,他明确传达了中国的严重关切。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孙说,这次部署对该地区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中国坚决反对该地区冷战时对抗的再次发生,并利用地区国家作为霸权的工具和代理人。 孙说,同时重申北京支持东盟的战略自主。 孙卫东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北京正面临来自美国及其盟国,包括菲律宾,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挑战。 东盟十个成员国中有四个,马来西亚、汶莱、越南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 周五早些时候,菲律宾结束了与美国为期三周的年度训练演习,涉及来自两国的16000名士兵,以及来自法国和澳大利亚的人员。 美国印太司令部表示,这些部队,在菲律宾各地进行了肩并肩训练,以提高对海上安全、两栖作战、联合武器、航空作战以及资讯和网络空间作战的熟练程度。 去年4月,菲律宾同意向其长期盟友在开放四个军事基地北京对此深感沮丧。 演习期间部署的低风武器系统,是自2019年美国退出中程核力量条约以来首次在印太地区部署此类武器。 该协定于1988年6月,由美国和苏联批准禁止两国开发和部署设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地面发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值得注意的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菲律宾是第一岛链的一部分,该岛链将亚洲大陆与太平洋分隔开来,美国可以将其用作军事遏制中国的第一道防线。 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的低风武器系统,是美国陆军新的多域特遣部队的核心组成部分,该部队成立于2017年,旨在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混合威胁。 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称,台风由四个发射器组成,能够发射可击中最远370公里目标的SM-6导弹和可携带常规弹头或核弹头,且射程可达2500公里的巡航导弹。 据中国外交部称,孙卫东与东南亚同行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加强在排雷打击电信欺诈和非法网络赌博方面的合作,以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和安全的地区环境。 东盟现在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孙海表示,双方的目标是结束升级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美国陆军将在亚太地区部署新型中程导弹系统。 法广据《朝日新闻》报道,美国陆军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在亚太地区部署一种新型中程导弹发射器,以加强对中国的威慑。 美国陆军太平洋地区司令查尔斯·弗林·查尔斯·弗林周三在美国驻日大使馆向日美两国媒体记者表示, 我不会讨论什么系统,也不会说何时何地,我只是说将会有远程精确火力能力进入本地区。 报道指,如果美国陆军部署陆基中程导弹,这将是华盛顿和莫斯科自1987年缔结中导条约INF以来的首次部署。 虽然查尔斯·弗林没有透露该导弹发射系统的名称,但据信这是美国陆军正在研发的陆基台风系统。 台风导弹系统能够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新型标准6、SM-6防空导弹。 一位美国政府消息人士说,虽然日本是潜在的候选地点之一,但该系统很可能以关岛为基地,并临时转移到日本进行训练。 中导条约禁止美俄两国拥有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陆基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该条约于2019年到期后,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一直在全面研发新型中程导弹。 一位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导弹发射系统将缩小与中国在导弹能力上的差距并增强威慑力,但此举可能引发导弹研发和部署方面的军备竞赛。 查尔斯·弗林在周三的记者会上还对中方在印太地区不断加强军事活动表达了担忧并指,中国军方正在不断加强相关能力,目前在扩军和动用军事手段方面,中方正走在不负责任的道路上。 查尔斯·弗林表示,美国将与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同盟国开展联合训练和多国联合军事演习并加强合作,借此威慑中方进一步采取挑衅行为。 美国新陆基飞弹系统部署菲律宾,低风系统首线第一岛链意味着什么? 宇嘉宏 BBC中文 根据美国海军新闻报道,美国陆军的新型陆基飞弹发射系统最近在菲律宾北部部署, 这套被称为低风武器系统Typhoon Weapons System的中程能力陆基飞弹发射系统, 正在参与为期两周的尖盾24、Sylenip24联合演习。 不过,此次是这套新型陆基飞弹系统首次在第一岛链First Island Chain亮相中程飞弹的射程可达2000公里以上, 因此被认为可达中国东南沿海地带及敏感的南海及台湾海峡区域。 专家是此位对中国发出警示传达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 与此同时,针对美国的举动,中南海也随即释出高调反制信号, 发布于古巴军事高层在北京有军事对话的消息较尽意味十分浓厚, 事件再次折射出美非中三角关系的激烈角力。 根据路透社一年一度的菲律宾和美国的肩并肩, 贝勒克腾演习将于下周一,4月22日登场。 除了美国海岸防卫队,菲律宾海防队也将首次参与这项大型联合军演。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所Institute of Defense and Strategic Studies 资深研究员许瑞琳、Cullen KOH博士向BBC中文表示, 低风武器系统基本上是一种后中导条约时代的作战能力, 而这种系统特点是可移动的,可以搭载在重型运输机上, 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部署到作战区域。 一个典型的低风炮兵部队不是独立的单位, 而是属于更大的单位,例如美国陆军的多余任务部队。 该系统发射的战斧飞弹具有忠诚打击能力, 可以对高价值敌方目标进行远程深度打击, 例如指挥控制中心、弹药库和机场等。 许瑞琳表示,它的射程比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EMS等武器更远。 乌克兰战争显示了打击这样一个移动式系统进行的困难性, 例如乌克兰配备的美国多管火箭系统HIMARS又称海马斯 在战场上存活了相当长的时间, 直到最近才被俄罗斯成功击毁。 军事学者,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非常著研究员常委贤 Sytoro Nageo博士则告诉BBC中文称, 低风系统的部署在战略上可用于处理台海军事冲突。 他表示,该系统是最新的陆基导弹发射系统, 可通过发射战斧巡异导弹或标准六型防空导弹SM-6。 更确切地说,使标准长程导弹RAIM-174B导弹攻击陆地或海上目标。 在此情况下,标准六型防空导弹不仅能用于对空作战, 它也可以攻击陆地和海上目标。 低风系统是什么? 根据报道,低风武器系统是套中程能力陆基飞弹发射系统, 可搭载战斧TOMA-LOCK巡异飞弹和标准六型SM-6飞弹。 这套军事系统是美国洛克西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设计, 采用美国海军MK-41垂直发射系统加以修改后用于陆基作战。 根据美国海军新闻网, 这些发射系统是构成美国陆军新的多领域特遣队MDTF的核心要素之一, 该部队主要用来因应俄罗斯和中国造成的广泛威胁。 常伟贤告诉BBC中文, 与海上船舰相比, 像低风系统这样的陆基车辆具有可以移动、 重新隐蔽、装填和再次发射导弹的优势, 而传统海上船舰需要返回港口进行装填。 常伟贤解释, 一个陆基导弹发射器意味着重复的导弹攻击, 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 他指出, 若台海发生冲突, 当解放军进攻台湾时需要使用许多空军基地, 但如果导弹攻击跑道, 中国的轰炸机将暂时无法起降。 因此, 通过使用导弹进行重复和持续的攻击, 可以干扰中国对台的空中作战, 不仅是针对空军基地, 还能针对海上船舰。 文章主要讨论了美国在菲律宾部署台湾武器系统, 并在与东南亚国家的会议中, 中国对此表示严重关注。 这是美国在该国部署这样的武器系统的第二次。 近几个月来, 该国在南海的有争议的海域多次与中国发生冲突, 这引发了人们对武装冲突风险的担忧。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魏东表示, 此次部署对该地区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此次部署是台湾武器系统首次出现在所谓第一岛链, 这给中国带来了明显的威胁。 台湾武器系统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 这是美国陆军新的多领域特检部队的核心组成部分, 该部队成立于2017年, 旨在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混合威胁。 据报道,台湾武器系统由四个发射器组成, 能够发射可击中最远370公里目标的SM-6导弹 和可携带常规弹头或核弹头, 且射程可达2500公里的续航导弹。 美国在南海的行动与其战略目标一致, 即防止中国在整个地区实现主导地位。 然而,中国不同意美国在菲律宾部署台湾武器系统, 并向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表达了这个立场。 中国支持东盟的战略自主, 反对地区内冷战式的对抗。 文章最后指出, 尽管美国在亚洲地区部署新的导弹发射系统, 将缩小与中国在导弹能力上的差距, 并增强威慑力, 但此局可能引发导弹研发和部署方面的 军备竞赛。 美国和菲律宾需要与日本、菲律宾、 澳大利亚等盟国开展联合训练和多国联合军事演习, 并加强合作, 以此威慑中国进一步采取挑衅行为。 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地解决办法, 因为它涉及到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这将在未来的南海地区的动态中发挥关键作用, 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争议和争端。 Typhon武器系统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 由美国陆军开发的一套中程能力陆基飞弹发射系统。 这个系统主要由一辆M991HEMT重型扩展机动战术卡车, Heavy Expanded Mobility Tactical Truck, 一座去出一半发射器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 和一座1.016公尺40英尺的集装箱组成。 它可以同时发射两枚BGM-109战斧巡航导弹和两枚RIM-174标准六型飞弹。 美国陆军计划于2023年开始投入使用。 Typhon武器系统具有极高的策略性。 首先,其采用的是MK41垂直发射系统, 这种系统非常灵活, 可以发射多种不同类型的导弹。 其次,由于MK41垂直发射系统的配置,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因此Typhon武器系统具有很高的适应性, 可以满足多种战术需求。 最后,Typhon武器系统的组成部分, 由特别设计的集装箱进行存放和运输, 这使得系统具有高度的流动性, 可以快速进行部署和撤离。 自从美国于2019年退出《中程核力量条约》以来, Typhon武器系统是美国在印太地区部署的首个陆基中程飞弹发射系统, 因此,它的部署在国际上引发了强烈关注。 尤其是在军事紧张的南海地区, 美国在菲律宾部署Typhon武器系统, 无疑加剧了地区局势的紧张性。 搜索Google, 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低风中程飞弹发射系统, Typhon Missile Launcher, 这是一款由M991HEMT卡车改装过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 以及一个40英尺的集装箱组成的飞弹发射车, 被命名为MK70MD仇载输送系统。 该系统能够同时发射两枚BGM-109战斧巡异飞弹和两枚RIM-174标准飞弹。 美国陆军自2023年开始投入使用这款飞弹发射车。 此外,这款飞弹发射车还在萨凡纳号滨海战斗舰上进行过测试, 并成功发射了一枚RIM-174标准飞弹。 该文章还报道了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查尔斯弗林上将, 在2023年11月18日证实, 美国计划从2024年开始, 在印太地区部署低风中程飞弹发射系统, 为的是加强远距离打击能力, 威慑潜在威胁以确保区域稳定。 到了2024年4月15日, 美国在菲律宾旅宋岛北部部署了低风中程飞弹发射系统, 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首次在海外和亚洲地区部署中程飞弹系统, 同时也是美国退出中程飞弹条约后首次部署此类飞弹发射装置。 历史背景上, 美国在冷战期间与苏联签订了中程飞弹条约以避免军备竞赛, 然而在2019年, 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中程飞弹条约。 这从某种程度上放开了美国的手脚, 使其更加自由地研发和部署中程飞弹。 这跟美国近年来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压力不断提升, 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有着直接的关联。 这篇文章的核心议题是美国计划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飞弹的问题。 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的远程打击能力填补了空白, 而这种能力可能对于美国的战略威慑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时, 这也可能对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产生深远影响, 尤其是对于已经趋于紧张的南海地区。 就文章中的争议来说, 一方面, 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 无疑会对当地的安全环境产生影响, 尤其是在当前南海形势复杂、局势紧张的背景下。 另一方面, 美国的这一行动可能引起中国的不满, 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是南海为其核心利益, 而美国的行动可能会被视为对中国的挑衅。 这无疑会给中美关系带来进一步的压力。 对于未来可能的发展, 这可能从两个方面引发争议。 首先是美国退约部署陆基中程飞弹的行为可能导致军备竞赛, 破坏国际军控制度。 其次, 美国部署低风中程飞弹发射系统在亚洲, 无疑会加剧中美军事摩擦影响南海局势, 推高地区军事安全风险。 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是一家美国的全球性航空、 防务、安全和先进技术公司。 其业务涵盖研发、设计、制造和维护先进技术系统、产品和服务领域。 公司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1912年, 由几个独立的飞行器制造商和防务公司混合而来。 现在, 洛克希德·马丁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航空、防两用和军事电装系系统设计和制造商之一。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包括飞机、无人驾驶系统、军事导弹、 卫星发射、导航和探测系统等, 还涉及国防系统整合、信息技术服务、电信服务等领域。 并且,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丰富的项目, 从国防技术到航空和太空技术等等。 洛克希德·马丁为全球超过70个国家的客户提供其产品和服务, 包括美国政府、其他国家的政府及军方、国际机构和大型企事业单位。 公司对创新和科技的热情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 并在其业务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美国如果在菲律宾基地发射针对中国的中程导弹将会达到什么目的? 美国在菲律宾部署开放中程导弹系统, 显然是为了增强其对中国的军事遏制能力。 此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达到美国的战略目的。 提高打击能力和反应速度, 由于菲律宾距离中国较近, 美国在飞部署的中程导弹的打击距离可以覆盖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特别是重要的经济和军事目标。 此外,若发生冲突, 菲律宾基地的中程飞弹可以更快地反应并执行任务。 加强战略威慑,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力部署和展示能力, 有助于加强对潜在对手,尤其是中国的战略威慑。 而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 就是以实际行动向中国展示美国的决心和能力。 强化同盟关系, 美非有着长期的军事合作关系。 美国在飞部署中程导弹, 不仅加强了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 也向飞及其他盟国传达出美国承诺维护地区安全的决心。 如,美国的这一行动也可能引发一些不确定和潜在的风险, 例如,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引发军备竞赛, 带来战略稳定性的问题等。 美国如果在菲律宾基地发射针对中国的中程导弹, 会摧毁中国的军事基地, 还是打击上海、广州或北京这样的城市? 美国在菲律宾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覆盖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包括军事基地和主要城市。 然而,实际决定这些导弹的攻击目标将取决于许多因素, 包括战术和战略目标, 目标的防御能力以及民众的伤亡等等。 在战略层面上, 美国可能优先考虑攻击中国的军事基地和重要军事设施, 尤其是具有战略威胁的核武器部署地点, 以削弱中国的军事能力, 阻止其继续发动战争, 而不是只在对中国的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破坏。 此外,考虑到人道主义和国际法的约束, 美国在具有大量平民的城市上放置武器的可能性, 目前看来相对较低。 然而,军事冲突的局势却是非常动态和复杂的, 而且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而迅速改变。 因此, 这只是基于当前情况下合理的推测, 实际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中国有反击美国中程导弹系统能力吗? 中国确实有反击美国中程导弹系统的能力。 近年来, 中国积极扩大和提升其导弹防御体系, 尤其是在中程和远程导弹防御方面。 例如, 中国已成功试射了中程反导弹防御系统, 这表明其技术在某些领域已接近或达到了与美国相匹配的水平。 此外,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报告, 中国正在发展具有集中中程弹道导弹能力的国产HQ19反导系统。 这些系统的发展, 有望在未来几年内实现初步操作能力。 整体来看, 中国的导弹力量已从短程、 精度一般的系统发展到拥有世界上最多样化和广泛的的 对地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队伍, 这些导弹覆盖了包括中程在内的多个射程类别。 中国发展的国产HQ19反导系统是一种中程反导弹防御系统, 它能够集中中程弹道导弹。 该系统基于雷达探测目标, 并使用导弹进行拦截。 这种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 使中国能够拥有更强的防御能力, 以应对潜在的中程导弹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 导弹的技术和能力是不断发展和演进的, 各国都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导弹技术。 因此, 中国的导弹防御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 总结来说, 中国确实具有反击美国中程导弹系统的能力, 并且不断发展和提升其导弹防御系统, 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国家利益。 然而, 导弹技术和能力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 中国中程导弹能力如何? 中国的中程导弹系统包括多种型号, 旨在满足不同的战略和战术需求。 这些系统覆盖从1000到3000公里的射程, 能够对地面和海面目标进行打击。 以下是一些主要的中程导弹系统。 1.东风21 DF-21 东风21是一款中程弹道导弹, 有多个变形, 包括反舰弹道导弹ASBM版本, 被认为能够打击在远洋航行的航母。 DF-21的射程, 大约在150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 2.东风16 DF-16 东风16是一种较新的弹道导弹, 其射程和精度均高于其他一些较老的中程系统。 DF-16的射程大约在800到1000公里, 具有良好的移动能力和快速发射特性。 3.东风26 DF-26被称为关岛快递, 因其射程可覆盖美国在太平洋的重要基地关岛。 DF-26的射程大约在3000至4000公里, 能够携带常规或核弹头。 这些导弹系统的开发和部署, 反映了中国对提高其远程打击能力和区域威慑力的重视。 中国持续在技术上进行创新, 例如提高导弹的精度和生存能力, 以及开发可以在多种战术情境中使用的弹头。 这些系统的存在显著提升了中国的战略自主性和区域影响力。 如果美国与中国导弹互相发射, 将是怎样个情况? 如果美国与中国发生导弹互射的情况, 这将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军事冲突, 可能导致广泛的战略和人道后果。 考虑到两国都拥有先进的导弹技术和防御系统, 以下是可能发生的情况。 一、战略打击, 两国可能使用中程及远程导弹对彼此的军事基地和重要设施进行打击。 这些导弹可能会搭载常规或核弹头, 具体取决于冲突的严重程度。 二、防御反应, 美国和中国都有能力通过地面和海基反导系统拦截来袭导弹。 美国的AGIS反导系统和中国的HQ, 19系统将是各自防御的核心。 三、核威慑核控制, 如果导弹攻击射击或可能射击核武器, 两国的核战略和早期警告系统将被激活, 以防对方发动全面核打击。 四、国际介入核危机管理, 国际社会, 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其他常任理事国, 可能会介入, 试图通过外交手段降低紧张局势, 避免冲突升级。 五、长期后果, 不论冲突结果如何,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导弹交换都将对两国的国际关系, 全球经济以及区域安全造成长期影响。 总之, 这样的情况将是极端危险且后果难以预测的, 国际社会普遍致力于通过 外交和危机管理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